施工到一半但居民已经炸锅 双手反对这里不欢迎设厂 担心SRF电厂进驻 恐怕会带来严肿恐污 当然是反对 全力要阻止这SI副厂 进驻我们大潭里 政府他有他的能源政策 但是他的能源政策 不能影响我们大潭里民生活的品质 三家同时进驻我们的大潭里 那我们空污排放总量 绝对会超标 里长出面指控 因为只有实际居住在这 才能感同身受 反弹声音越演越烈 摊开地图 桃园 桃尾区有焚化炉 台电 大潭厂等等 如今三家SRF厂商同时进驻 台湾立方建厂中 可宁卫能源及立江开发 则是还在规划 SRF固体再生燃料 是把特定废弃物处理后 制造固体燃料 经过燃料化制程后 成为可以储存运输交易的商品 再透过锅炉及发电厂等等 生产线使用 虽然遭到市府依程序撤销许可 但经济部又驳回 因此电厂入园许可还是成立 但等盖好后 市长承诺会经过一连串审核 层层把关 就是得确定符合规定 确保生活品质及居住正义 毕竟没人愿意住在电厂旁边 里长发起联署 看外界重视他们的声音 TBS新闻林志伟 也盛分桃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